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发展途径 教材给我们讲有关战略联盟 请注意一下 战略联盟应该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所以我在这手工给你画个三星 请大家要重点复习 不过需要注意一下 战略联盟教材在讲解的时候 又分成四个不同内容来讲解 这四个不同细节内容 它的考试情况 复习建议 仍然有所差别 所以大家要注意听课 我们现在看看整体的情况 哪四个内容呢 首先给我们讲战略联盟的基本特征 其次给我们讲战略联盟形成的动因 再讲它的主要类型 最后给我们讲战略联盟的管控 四个方面的内容 那下边我就展开 请你仔细听课 我讲每个内容的时候 都会再去讲它的考试情况 然后你在讲义或相关资料上做好标注 供大家课下有针对性的复习 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战略联盟的基本定义 这个定义呢 我们之前呢 曾经解释过 从考试来讲 不需要大家去背 所谓的战略联盟 记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实体之间 为了达到某种战略目的 而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 在这个定义当中 你要注意 它其实呢 换了两个部族的词 给我们解释战略联盟 那什么叫战略联盟 我们把它分开 先解释联盟 什么叫联盟 说本来讲就是合作 我这个企业要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找其他方 我们合作 共同来发展 这就是联盟 但是为什么叫战略联盟呢 就是因为这种合作关系 它更加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着眼于未来的利益回报 它不会过度关注短期的效益 所以它追求的是一个战略目的 因此我们把它建定为叫战略联盟 这就非常好懂了 对不对 那我们定义熟悉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看第一个理论点 教材给我们讲 有关战略联盟的基本特征 大家请在讲义旁边做标记 第一 这个内容到目前为止 一分没考过 第二 19年如果要考的话 这个内容应该是放在选择题 做相关的考核 而且这个选择题考核 更多是考教材原文 听清楚了吧 这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给你提供的一个整个判断 供你复习来参考 既然我们判断 它很大概率是考原文的选择题 不管是单选还是多选 那这个点怎么复习呢 很简单 你不用去背 大家按照讲义总结的文字 把它多读几遍 把它熟悉了 这就可以了 那下边呢 我们整体把它梳理一遍 按照教材的总结 战略联盟的基本特征 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谁呢 从经济组织形式来看 这个前提千万不要丢掉 战略联盟是介于企业 跟市场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 换句话来讲 战略联盟作为一种组织形式 它是介于企业跟市场 介于两种形式之间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来讲 它相当于结合了企业跟市场 两种形式所谓的一些特点 而出现了一种中间形式 这就是它一个本质的含义 接着我们再理解 那什么叫企业 什么叫市场 怎么跟前面的内容联系起来呢 我们在画了一个图 你注意啊 这里边所讲的企业 这种组织形式 其实对应的就是 前面我们学过的并购 能对应起来了吧 而如果是市场这种形式 对应的是哪个 那就是内部发展 所以如果进一步解释 就是告诉我们 战略联盟相当于 是介于并购和内部发展 两种途径之间的一种途径 那既然叫之间 就意味着它综合了 这两种途径 相对比较有优势 比较好的做法 我们简单抛弃一下 企业对应是什么 是并购 并购什么意思 就是内部化 把别的企业变成我自己的 就是内部化 那变成我自己之后 是不是意味着 它的资源也变成我自己的了 所以我就可以随意用它的资源 减少什么 减少了有关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的发生 这是并购这种方式的好处 很清楚了吧 但你会发现 并购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需要很大的代价呀 接着看看 我们所谓的市场是什么意思呢 内部发展 完全靠我自己的量 滚动式发展 跟别的企业打交道 完全是什么 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关的交易价格 完全是市场交易价格 很透明 很公开 对不对 但是这里边包含了很多额外的成本费用的发生 造成你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这是强调两种途径 它各自的所谓的优缺点 典型的表现 现在呢 我们选择战略联盟 介于二者之间 怎么介于二者之间呢 首先 它是把对方的资源 我也拿过来用了 但是呢 不是把它买下来 不是并购这种方式 对不对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不是跟对方也是个合作的关系 那这种合作关系 就意味着我们双方 也可能是按照市场交易这种 所谓的机制来调节这种关系 它又综合了内部发展 这种所谓的这种机制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所以谈调是介于二者之间 这个思路呢 听一听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特征 然后第二个特征强的是谁呢 从企业关系来看 这句话要记住 那这个企业关系指什么关系呢 指的是参与战略联盟的各方关系 指的是这个意思 组建战略联盟的企业 各方是在资源共享 优势相长 相互信任 相互独立的基础之上 通过事先达成协议 而结成了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第二个特征的关键词 意思就是说 战略联盟一定是由各方共同来组建的 而参与联盟的各方企业 请记住 彼此的地位一定是平等的 不能说你是大企业 我是小企业 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随意命令我 这是不行的 我们地位是平等的 在地位平等基础之上 我们双方或多方 我们既是有效的合作 来谋求共同发展 这是强调它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把它搞清楚 那我们熟悉完特征整体出来之后 在这个特征当中 它有印入一个细节内容 前到什么呢 联盟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 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四条 大家在你讲义再做下标记 这个内容到目前为止 一分没考过 要注意这个地方出多项选择题 特别是原文的多项选择题 当然案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把原文的这四个方面的标题 要多读多熟悉 然后我在这呢 稍微解释一下 你听它的内涵 这就可以了 我们前面说过嘛 战略联盟强调是一个合作 那就是联盟各方 要经有效的协作 对不对 协作怎么表现呢 第一 联盟各方 组成战略联盟之后 在日常的交往过程当中 记住 这个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刚才解释过了 第二是谁呢 合作关系是担任于长期 我们前面讲基本定义 也解释过了 联盟各方之所以建立联盟 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的回报 短平快 不是追求这个 是追求长远的发展 然后接着第三呢 整体利益的互补性 什么叫整体利益互补性呢 意思是说 参与联盟各方 他为什么愿意参加这个联盟 就是因为通过参加这个联盟 他可以获得自己单打独斗 很难得到的好处 这叫整体利益的互补性 接着看第四个是谁呢 组织形式的开放性 战略联盟是一种组织形式 这个千万不要忘 但是呢 它不像企业这种形式 那么严密 那么严谨 它是一种开放性的一个系统 那怎么理解开放呢 意思是说 联盟在组建的过程当中 谁愿意参加进来 经过谈判都可以参加进来 那么联盟在整个持续的过程当中 如果已经参加的联盟企业 觉得不适合了 我想退出 那他也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所以说这叫 所谓的开放性 这是强调呢 他的第二个特征 我们关键的线索 那接着看第三个特征 强调 从企业行为来看 联盟行为是一种 战略性的合作行为 据说很好懂了吧 我们前面已经反复强调过了 战略联盟之所以叫战略联盟 就是因为它追求的是一种 长期的回报 追求的是某种特定的战略目标 我们到这就把战略联盟第一个点 它的基本特征 把它简单梳理清楚了 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战略联盟的第二个基点 叫它讲什么呢 战略联盟形成的动因 请大家在你讲义旁边做好标注 这个内容六大动因 这是重点内容 你可以把它标上三星 这个地方选择退会考 主观退会考 而且大概率是考案例分析 那么大家复习思路就很清楚了 首先要把六大动因的标题 熟练的把它背下来 其次通过听课也好 自己读教材也好 要把六大动因的内涵 要能够把它全面的理解透彻 我们好针对不同的这种 案例材料的这种考核 下边呢 我举一些典型的做法 帮大家理解这六个动因 背后的核心内涵 第一个动因是谁呢 就是现实当中 为什么有的企业 愿意选择战略联盟这种方式 谋求进一步成长 强调呢 通过战略联盟 可以促进技术创新 你怎么理解这个动因 这个动因理解的时候呢 核心词我是这样来总结的 通过战略联盟 可以分担投入 看完这四个字 你能不能再更加全面的 帮我阐述一下 如果你能够阐述清楚 说明什么 说明你就理解透了 我们这样来解释 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呢 一定要进行技术创新 对吧 你不做技术创新 你最终就会被淘汰 但是我们想 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单打独斗 我自己做技术创新 是不是说明啊 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投入 都是我自己来拿的 对我压力大不大 压力肯定会很大 而且我们知道呢 创新就一定会成功吗 这可不一定 技术创新 失败的概率风险是很高的 一旦失败了 是不是相关的损失 也是你企业自己来承担 是不是也构成很大的压力 现在呢 如果你不是自己单打独斗 不是自己做技术创新 而是什么 和其他企业形成一个联盟 通过联盟这种组织形式 我们共同做技术创新 什么好处 第一 我们创新所需的投入资源 是联盟各方共同来投入 那对于每一方 这个压力都可以减轻 第二 即使失败了 损失 也是联盟各方 共同来分担嘛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每一方 承担的损失 也会大大降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个理智的管理者 面对这种情况 你是选择自己单打独斗呢 还是选择跟别的企业合作 我们共同做技术创新 肯定会选择第一个 很思路很清楚了吧 我们强调通过这种方式 来帮助且促进 他的技术创新 活动的开展 那这个动因背后的例子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这两年讲课 用哪个例子呢 在汽车行业非常典型 我举的例子是 日本的汽车生产企业 马自达和谁呢 和丰田 这两家企业 我们表面看是竞争对手 但是呢 双方在某些方面 也进行合作了 什么方面合作呢 就是在新能源 环保汽车这块进行合作 双方都有自己 一定的技术成果 然后呢进行合作 共同去开发一些 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在这过程当中 是不是意味着 双方承担的投入 都可以减轻 损失呢 也可以分担 所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这是很典型的 通过这种方式 来促进技术创新 除了建来亚企业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企业 其实也都在进行 类似的合作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 第一个它的动因 那接着看第二动因 是谁呢 通过战略联盟 可以帮助企业 避免经营风险 请大家先去理解 经营风险 这是一个很大的词 什么叫经营风险呢 通俗的解释 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 各种不确定因素 可能给起来造成的损失或影响 这叫经营风险 比如说政局不稳定了 经济政策发生调整了 竞争突然加剧了 需求突然变化了 这都是在经营当中 可能遇到的不确定性 我们描述一下经营风险 但是大家可以理解 经营风险表现为 是各种不确定性 从企业经营角度来讲的话 你怎么去尽量规避 或降低经营风险呢 用原理来解释 就是把这些不确定的东西 把它变成确定的 我清楚知道你的证据 我没清你的经济政策的调整 我也知道需求怎么变化 你还有风险吗 肯定是没有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接着再去理解 你怎么可能把这种不确定性 变成确定的呢 那就是充分掌握相关信息 如果你能掌握足够多的 很全面 很准确的相关信息 是不是这种不确定性 就可以明显的下降 就可以帮助去避免经营风险了吧 这就是背后的道理 接着再去理解了 那为什么通过战略联盟 我们可以避免经营风险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自己单打独斗 你能够搜集的信息 无论是量啊 还是种类了 一定是有限 所以你会面对很多经营风险 现在你是参加了一个联盟 联盟在整个存续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明显的机制 就是要彼此互通有无 要进行信息的充分沟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能够拿到的信息 是不是量也增加了 种类也多了 覆盖面也更全了 那你对各种不确定性 把握程度就会更高了 所以就可以帮助去 避免经营风险 我们举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 我在北京 过去呢 我都在北方市场经营 像什么东北三省啊 像什么内蒙啊 这些北方市场经营 南方市场我从来没去过 是不是就意味着 在这过程当中 一旦我决定进入南方市场 我是不是就面对经营风险了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 南方市场它的相关信息 那我怎么去避免经营风险呢 我就找一个 在南方市场经营的一个企业 我跟他去谈 我们双方合作 利用他的资源 帮助我进入南方市场 那你想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说明 这个企业 它立足于南方市场 所以他充分掌握南方市场的信息了 他就把信息告诉我 告诉我 我就跟这个信息 我知道南方市场什么特点了 我在做决策的时候 是不是有针对性了 那我经营风险 是不是就可以明显的降低下来了 所以记住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原理 原理听完之后呢 再把我刚才讲的后半句 就是后半段 我给举这个简单通俗的例子 去把它进一步加强 而后半这种通俗的例子 也是我们考试当中 案例材料最典型的套路 这是我们强调呢 它整个第二个动因 把它理解到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动因 是谁呢 避免或减少竞争 什么意思 这里边呢 我引入一个新的管理名词 在座各位呢 不知道以前接触过没有 叫什么呢 叫竞合 什么叫竞合呢 就是既竞争又合作 在过去 我们很多企业 在市场展开经营的时候 会面对很多竞争对手 这种传统的竞争关系 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但是呢 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太残酷了 我们这个企业 在打扮对方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会受很大的损失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想明白了 我不是一味的 非要把你打败 我肯定要跟你竞争 但是呢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为了保证双方都可以活得很好 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展开 一定的合作 通过这个合作呢 建立双方竞争一个缓冲的抵带 避免双方过度竞争 没思路了吧 那这是我们讲 第三个它的动因 避免或减少竞争 这个在现实当中也非常的典型 就像刚才举的例子 丰田跟马兹达合作 原来就是竞争对手关系啊 这里竞争过程当中 双方可以合作 不就缓和双方紧张的竞争关系了吗 其他企业都有类似这种例子 那这是想到我们第三个动因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四个动因 那就是实现资源的互补 这里边很好懂 在那资源的角度 我们愿意采用战略联盟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任何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都是具备一定资源的 而且应该是具备自己的优势资源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当凭自己的优势资源去发展的话 这个发展一定会受到一定限制 现在我可以找其他企业 我们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把彼此的优势资源 我们来共享 来谋求共同的成长 共同的发展 这就是资源的互补 通俗的讲 比如说 你有资金 我有技术 他有市场 我们三方合作 这三个核心资源 我们互通有无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 每一个企业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这就是实现资源互补 这个大家把它理解一下 理解完之后呢 我下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谁呢 就是中国的海尔跟日本的三阳 两家企业进行合作 形成战略联盟关系 那这个案例当中 怎么体现出资源互补呢 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三阳是一个很知名的家电生产企业 它本身具备很强的研发实力 所以三阳拥有相关的技术 有相关的新产品 等等这些相关的资源 而海尔呢 它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个家电企业 那就说明 它在中国大陆市场 已经深耕细作很多年了 它有一个非常完善发达的销售网络 那这个销售网络的表现就是 它不光在一二线城市 有很强的渠道资源 它渗透到三四线城市 甚至呢 甚至到城镇农村市场 那就说明 海尔有占个销售网络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资源 现在双方就可以合作了 怎么合作呢 三阳最早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 主要进入的是一线城市 但是一线城市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单凭一线城市 它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三阳决定呢 把它的渠道要下沉 向二线城市 甚至呢 向三线四线去下沉 那我们想一想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当中 如果三阳靠自己的资源 去下沉 渠道下沉 是不是消耗很多的资源 时间会非常的长 对不对 现在呢 海尔有一个很好的 深度很深的渠道系统 双方合作完之后 三阳还有必要自己花钱建渠道吗 就没有必要了 它直接借助海尔的县城渠道资源 就可以快速的下沉到二线三线四线相关的城市去了 没错吧 那同样道理 站在海尔的角度 三阳你有什么 你有技术啊 有相关的新产品储备啊 那我们双方合作完之后 海尔就可以从三阳 拿到自己所需要的某些技术 某些新产品的成果 这不就是实现了所谓资源的互补吗 非常清楚的道理啊 那么这是我们书里的第四个相关的动音 那接着第五个动音是谁呢 开拓新的市场 大家先把这个标题先背下来 不过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标题背后隐含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讲的案例分析的线索 有两个都要求你必须记下来 第一是谁呢 通过战略联盟可以获得新产品啊 第二个是通过战略联盟 可以帮助企业扩张新的市场 这两个都可能在案例中出现 出现任何一个或两个都出现的时候 就必须联系这个动音来组织你的答案 这就再次告诉大家 复习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妄文生意 因为如果单纯从标题来看的话 它就舔出市场了 没有舔出新产品这个线索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最主要新产品是必须要包括在内的 那这个呢 我们去把它理解一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企业靠自己力量去研发新产品 第一 我可能没有相关的研发实力 比如说我没有这个技术 我没有这个资金 没有这个人才 我开发不出来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可以跟别的企业合作 别的企业研发实力很强 它有新产品储备 那我把它新产品直接拿过来 这不是可以获得新产品 增加我的产品储备了吗 这是第一个表现 然后第二个表现什么呢 从市场角度 我这个企业要发展呢 要发展就要进入很多不同的新的市场 但是进入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 是不是难度会很大呀 那现在怎么办 我找一个合作企业 这个合作企业呢 对新市场可能非常熟悉 所以我可以借助它的力量 帮助我进入一个新的市场 我们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是不是就有体现出来了 非常清楚道理 那么道理梳理完了 有些人可能会反映过来了 老师你刚才讲的海尔跟三阳合作 是不是跟这个动因也可以联系来 完全可以联系起来嘛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案例 可不一定就点出一个动因 这个案例的发生背后 我们好几个动因可能都可以分析出来 所以这个大家要把它理解到位 只不过在这呢 我这个地方不再讲海尔跟三阳的案例了 我给你换一个案例 换什么案例呢 换一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一个企业 什么呢 那就是河马先生 有印象吧 这是代表新零售的一个旗帜 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分支机构 那么跟他合作是哪个企业呢 叫新城控股 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这是一个房地产企业 它主要开发商业地产 听清楚了啊 双方就进行合作 那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套第五个动因怎么填出来呢 记住体现的是市场扩张 为什么呢 河马先生代表新零售 他一开始发展的时候 也是针对一线城市 听清楚了 但是跟刚才案例很类似 靠一线城市很难保证 河马先生进一步扩张 而且他也会变得很激烈的竞争啊 所以河马先生打算进入 所谓的二线三线 也是把渠道要下沉 还是刚才思路 自己下沉的时候 可能又花很多时间 有很多资源投入 比如说他要考察相关的城市 这个城市当中 什么地方适合他选址 确定地址之后呢 还要去谈租金 还要进行装修 招聘员工 对不对 所有的事都自己来做 他的成本代价 包括时间成本 进去什么都会非常的高 那我看看这个新城地产 他是干什么 他做商业地产的开发 那是必为了 当他决定在某个城市 开发商业地产的时候 他要不要做 一个完善的前期评估 要做哪个城市 有经济发展潜力 要做评估 评估完之后呢 进入这个城市 再去评估一下 这个城市这么大的面积当中 什么地方适合我开商业地产 开发 他都要做前期评估 评估完之后呢 他就开发这个商业地产 你要记住 他开发完商业地产之后 最关键的是什么 他就必须有人气 他必须把流量吸引过来 否则他没有办法吸引商铺 来入住他的商业地产 对不对 那你看到 在这过程当中 双方是不是有合作的根基了 什么根基呢 河马要向下延伸 进入不同的城市 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跟新城控股去合作的话 他就不用自己去选城市 再去选址了 你新城控股 在哪开商业地产 那我就把我的河马 开什么地方就完事了 而对于新城控股来讲 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 他就可以利用河马的影响力 来吸引流量了吗 那如果吸引流量了 他的人事足了 是不是意味着 就可以吸引其他的商家 其他的店铺 来入住他的商业地产 那这个地产不就盘活了吗 这就是强调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获得新的市场 这个道理能处理清楚了啊 这是我们处理的第五个动因 那接着 看第六个动因是谁呢 降低协调成本 这个呢 不用过分的展开 因为这里边不需要有太多的理论知识的考核 就记住 降低协调成本 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那么它是跟谁比呢 记住啊 是相对于并购而言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并购嘛 并购失败四大原因 其中第二个原因是谁呢 并购之后 不能很好进行整合 对不对 那就说明并购的整合成本 整合代价是非常高的 现在呢 我们不选择并购 是采用战略联盟 联盟各方是个合作的关系 合作的关系就说明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整合 所以就可以干什么 过降低有关的协调 磨合 整合的成本代价 这次就非常简单了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战略联盟形成的这几个动因 它的核心思路 就逐一把它解释清楚了 请大家一定花时间再去好好的理解 再去把它好好的强化到位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个指示点 教材为我们总结有关战略联盟的主要类型 也请大家在你的讲义或相关资料上做好标注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所以要求大家呢 一定要好好的复习 同时提醒 即使在这个比较小的内容当中 我们教材呢 仍然是提出了不同的知识或者是观点 所以我们请大家按照我讲义总结的几个小块 我们再去分别展开有真罪性的复习 其中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表格 这就是我们关于主要类型它最核心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把它的内容全面的掌握到位 不过坦实的讲 这个呢 并不是很难 需要大家做的 无非就是把这些不同类型的名称 能够把它准确扎实的把它记下来 既然谈到主要类型了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分类一定是按照一个特定的分类标准 所以请大家呢 先看看这个分类标准 它这样来说 从股权参与和契约连结的方式角度来看 大家呢 帮我琢磨一下 单凭这么一个分类标准的这样一个表述 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把战略联盟分成两大类 哪两大类呢 第一类呢 我们叫股权参与型的 第二类叫什么 叫契约连结型的 从字面上 大家应该能够把它适当的区别出来 股权参与型 无非就是参与联盟各方 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股权关系 而所谓的契约连结型 就是告诉我们联盟各方 它形成联盟 主要依靠的就是一纸协议 一纸合同 通过合同协议 来维系双方或多方彼此的一种关系 那这就是强调我们这两种大的分类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教材呢并没有按照两个大的分类 再去展开讲解 而是直接告诉我们 战略联盟分成了三种细小的类型 分别就是第一叫合资 第二呢叫相互持股 第三个所谓的功能性协议 我在这呢 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 这三种细分的类型 大家如果从字面上 能够大概看懂的话 我们怎么样把它归类到这两大类上去 你能够先做一下这个工作吗 应该是很容易的啊 这三个细分类型当中 其中第一个合资 第二个相互持股 很明显强调呢 联盟各方之间是存在所谓股权关系的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记住统一归类于叫股权参与型的 自然我们第三种功能性协议就属于契约连接型的 大家先把这个把它区别出来 区别完之后呢 我们看看这三个细分类型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合资 合资这个词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 你能不能用你所理解最通俗的语言 给我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合资企业 你记住 合资企业呢 体验出这么几个基本的特点 强调应该是由联盟各方企业 共同来出资 形成一个新的企业 这就是我们所讲合资企业 对于这个合资企业 应该是由联盟各方 共同经营 共享收益 共担风险 所以我们如果简单通俗的理解 所谓的合资就是四个共同 联盟各方共同出资 共同经营 共享收益 共担风险 这个大家把这个理解到 这就可以了 同时呢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合资企业当中 如果严格的按照战略联盟 它的基本思路 来计不计定的话 联盟各方在出资的时候 一般来讲 比较强调呢 股权对等 但是记住 这个对等呢 不是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 不是说 我们两个人建立个合资企业 你一定占50% 我占50% 这可不一定 这个比例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 大家把思路呢 梳理到这就可以了 那接着 我们看第二种类型 叫相互持股 这个能理解了吧 什么叫相互持股 相互持股呢 就是说 联盟各方 互相持有对方 一定的股权 这就叫相互持股 如果 由A和B 两方 打算建立一个联盟关系 所谓的相互持股 就是A持有B 一定的股权 B持有A 一定的股权 没错吧 这是我们所讲 相互持股的基本思路 那如果是三方以上的 来形成战略联盟 肯定是什么 交叉的互相来持有一定的股权 这是我们讲叫相互持股 同时要提示一下 在战略联盟 我们谈到相互持股的时候 彼此互相持有对方股权 这个股权的比例 不会太高 我们强调 一般是持有少量的股权 不要求达到控制对方的 这样一个程度或地步 这是我们讲叫相互持股投资 大家的把他思路 也树定到位 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类 股权参与 他所讲的两个细分类型 大家再去思考一下 听完这两种类型 它的含义解释之后 你怎么区别这两种类型 合资跟相互持股 它是什么区别呢 很明显 如果选择合资形式进行合作 就意味着联盟各方 一定是通过投资 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 这个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前一阵前刚刚发生的 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的汽车企业吉利 和谁呢 和奔驰 双方共同投资 形成一个合资企业 这个合资企业运营什么呢 就是运营奔驰旗下一个品牌 叫smart 大家可能听出过这个案例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双方持股的比例 基本就是50%对50% 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吉利跟奔驰形成战略联盟 而以合资形式来展开具体运营的 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这叫合资 那相对应的所谓的相互持股 请记住 如果以这种形式形成战略联盟 它肯定不会形成新的企业 只不过就是联盟各方通过一定资本运作 我们来形成对方一定股权 在我手里边 我们是有对方股权 那么通过相互持股呢 能够紧密的拉近彼此的这种利益关系 使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一点 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叫相互持股 而这个案例在我们现实当中 也非常非常多 我也是举一个汽车行业的例子 汽车行业呢 美国一家企业叫福特 前面我们上课呢 讲过一家日本企业 那就是马自达 那你要记住 马自达跟福特之间 也存在战略联盟关系 而它的战略联盟关系 就是以相互持股形式来呈现出来的 福特持有马自达 大概不到10%的股权 然后呢 马自达也是有福特 一定少量的这样股权关系 双方呢 就形成一个合作 这样一个所谓的态势 这叫相互持股 这是我们讲第二种类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三种类型 叫功能性协议 这个词呢 翻译的比较拗口 大家呢 把名字记住就可以了 按照刚才的解释 功能性协议 就是说联盟各方 在形成联盟过程当中 彼此的关系 完全是靠一纸协议 把它确定 把它维系下来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叫功能性协议 那么大家就可以思考了 如果联盟各方的关系 是通过股权来形成的 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是功能性协议 是以靠一纸协议 把它形成的 那么 这两种相比较而言 哪一种联盟各方的关系 会显得更加紧密一些 哪一种呢 那肯定就是 所谓的股权参与型 这种形式 不管是合资啊 还是相互持股啊 都说明联盟各方的关系 要更加紧密 而相应的功能性协议 它所对应的契约连结 这种战略联盟 联盟各方的关系呢 会显得稍微松散一点 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 那下面请大家再去琢磨一下 或者说呢 掌握功能性协议 按照呢 联盟各方 在签署联盟协议过程当中 它所覆盖的不同合作领域 又继部分成四种类型 那这四种类型很好掌握 请大家呢 一定要把名称 准确的把它背下来 第一种类型呢 叫技术交流协议 从名字就可以感觉出 这种协议 它所强调合作的领域 是什么了嘛 那就是联盟各方 我们通过签订建个协议 彼此呢 进行技术 包括专利呀 一些研发的东西呀 我们彼此进行互通有无 这叫技术交流协议 第二个呢 就是合作研究开发协议 是不是也非常明显 联盟各方 通过签订建个联盟 通过签订建个协议 我们彼此呢 是在研发领域 我们进行相关的合作 那接下来 第三个就是生产营销协议 那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明显 不过需要提示一下 这种类型的协议 它涵盖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第一是谁呢 我们双方或多方 我们可能是在生产方面 我们进行相关的合作 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个方面体现的是 联盟各方在营销领域 比如说在销售这块 在市场这块 我们进行相关的合作 所以你要注意考试的时候 生产跟营销 这两个线索 只要在安利当中出现任何一个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协议的名称 把它写上去 而不是说两个同事存在 我们才能写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考试的一个基本特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种 叫产业协调协议 这个呢 某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 那么大家呢 在旁边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标记 或者说呢 把教材的解释拿过来去读两遍 那什么叫产业协调协议呢 你就理解为是最广泛合作的一种协议 那什么叫最广泛的合作呢 意思就是联盟各方要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通俗的讲 比如说他们可能要共同做研发 可能做共同做采购 共同做生产 共同做市场 全方位的合作 所以只要体验出是全方位的合作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叫产业协调协议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第三个内容 有关战略联盟主要类型 我们用这个表格总结的第一个点 就把它整个解释完了 请注意 这是一个考试的重点内容 所以必须把它熟练的掌握到位 那在这一部分 除了这个内容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内容 我们下面足以提示 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教材有一段文字 进一步呢 给我们解释 股权是联盟 跟契约是联盟 它们二者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请大家呢 一定要适当多读几遍 因为这个内容 在我们最近几年 主要是按照选择题形式 进行考核 这个选择题考试的时候呢 更多都是考原文 所以大家呢 可以不背 但是呢 一定要通过多读 把这个文字呢 让自己非常的熟悉 同时提示一下 虽然我说 最近几年 这个地方是考选择题 但是呢 在前几年 这个内容确实是考过主观题 要求大家默写的 只不过呢 离我们现在点比较久了 比较远了 那么从最近几年 考试趋势来看的话 要求大家存默写的这种题目 应该是微乎其微 甚至几乎就没有了 所以呢 基于这种考试规律的这种判断 这个内容呢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死敬背 请大家适当多读一下 我们下边呢 整体把它数理数理啊 那我的讲义呢 是把它分成这么几个 不同的部分 注意来讲 首先是这样来说 相对于股权式联盟而言 契约式联盟 由于更加强调 相关企业的协调和默契 从而更具有战略联盟的 本质特征 这句话呢 大家应该是 很容易把它读明白的 这句话就曾经 直接摘出来过 把它变成一道选择题的选项 要求你判断 这句话表述是对还是错 那你看到 这句话本质的含义是什么 本质的含义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从战略联盟这种路径 这种形式产生的源头来看 最早的战略联盟 应该体现的就是 契约式联盟 而不是股权式联盟 所以契约式联盟 应该是最具有战略联盟 本质特征的一种形式 那么大家把这个呢 稍微知道下去可以了 那了解完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 下边这句话 或这段话 其实呢 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 契约式联盟 它本身的一些特点 这个特点呢 既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我们请大家 把其中的关键文字 必须要掌握的比较熟悉 比较熟练一些啊 他强调 契约式联盟呢 在经营的灵活性 自主权 和经济效益等方面 比股权式联盟 就有更大的优越性 能树立清楚了吧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契约式联盟 由于呢 联盟各方 仅仅是靠一纸协议 来明确彼此的关系 所以彼此呢 互相影响不会太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在经营上 就具备很大的灵活性 如果感觉 双方合作的比较愉快 那么我们就可以 继续维持下去 如果感觉呢 我们双方或多方 合作过程当中 磕磕绊绊 总是有些小矛盾小摩擦 合作的不是很愉快 那我们随时可以 把这个契约 把它给解决掉 我们就不再执行了 相应的 如果是股权式联盟的话 那你发现 涉及到股权关系了 这个呢 就不可能随便的 就把股权关系 把它解除掉 对不对 所以这灵活性方面呢 强调 契约式联盟更高一些 此外呢 它的自主权 表现的也更加 具有这个优越性 因为呢 我们刚才说过嘛 契约式联盟 强调呢 联盟各方 靠契约维系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彼此没有这种 所谓的股权关系 所以彼此的这种独立性 会更加强一些啊 然后它的经营效益 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这是它的 主要优点的表现 但是呢 后边告诉我们 确实联盟呢 也会有缺点 什么缺点 它这样来说 如企业对联盟的 控制能力会比较 差 因为关系完全就是 靠一纸协议嘛 那这个控制能力 肯定是比较差的 同时呢 松散的组织缺乏稳定性 和长远利益 靠协议维系关系 这个呢 一般来讲 不可能长期啊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同时呢 联盟内成员之间的沟通 它并不一定要很充分 哎 导致呢 整个联盟 它的效率会比较低下 这是我们所强调 契约式联盟 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 原文的主要文字 请大家再去把它适当强化 那接下来呢 下面这段文字 就是呢 又进一步告诉我们 股权式联盟 它的一些基本的特点 我们也请大家 把关键文字熟悉到位 这样来说 股权式联盟呢 有利于扩大企业的 资金实力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企业 我和别的企业 形成了这种联盟 别的企业持有我一定股权 那持有我一定股权 不意味着 它要把资金给我嘛 所以呢 我就可以过大资金来源 增强我的资金实力啊 然后呢 通过部分拥有 对方的形式 这肯定是按照原文翻译过来的 对不对 我们理解到就可以了 什么叫部分拥有呢 那不就是持有对方一定的股权嘛 所以说把它描述为叫部分拥有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 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感和责任感 简而言之就是呢 这种股权关系就拉近了彼此的这种距离 使双方的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一点 这就是它一个基本的思路 所以它有利于长久的合作 这是所谓的优点 缺点是什么呢 就在一个灵活性会比较差 就是跟刚才所讲 契约式联盟的优点 只好对应起来的 对吧 意思就是说 如果双方或多方形成了这种股权关系 那就意味着万一在整个运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营方面出了问题 不想经营下去了 或者是呢 想调整 这时候呢 就很困难 因为股权关系的解决 往往会伴随着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需要解决 它就很困难 那灵活性就会比较差一些 那这就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所总结 两种类型联盟 它的主要区别 这些原文的文字 请大家再去巩固 那这个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下边还有一个内容 再提示一下 什么内容呢 我们教材有这样一个表格 为我们总结了 在不同阶段 就是一个企业 整个生产经营的不同阶段 根据它合作内容的不同 战略联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 也可以理解为是联盟 它的合作内容到底是什么 这个呢 请大家在你的讲义旁边做个标记 做什么标记呢 第一 这个内容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考过 第二 这个内容估计是不会考主观题的 如果要考 按照我的今天判断 就是一道考原文的选择题 所以它属于比较细小的内容 请大家呢 自行判断 如果时间精力允许 我们就把这种比较细小 琐碎的内容 我们把它浏览一下 记住是浏览 不要求你去理解每一个专业词汇背后的含义 因为如果这个表格 你要真正的把它展开去理解 展开去学习的话 你又有得花很长的时间 我们考试来讲 不必要这样做 所以呢 我们就简单浏览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我时间特别紧张 这么琐碎的内容呢 我不想太坚固 那么这个内容 你就可以选择直接把它放掉 也就可以了 那它什么思路呢 思路就是说 一个企业在不同的阶段 它会形成联盟 会采用联盟这种方式 来进行相关的工作 那么根据联盟合作内容不同 它就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 比如说 在研发阶段 我们很多企业会选择战略联盟这种形式 来共同做研发 对不对 那这里边根据它涉及的内容不同 就分成这些不同的形式 包括许可证 包括交换许可证 技术交换 技术人员的交流 共同研究开发 以获得技术为目的的投资 我们请大家做的 就是把这些名字 你看到 看完之后呢 万一选择题考到了 一般是什么考试思路呢 肯定就是考 这个名称 跟这个阶段 它的对应关系 你只要能够把这种 对应关系把它判断出来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类似的第二阶段 就是生产制造阶段 包括什么呢 包括OEM 辅助制造合同 零部件标准协定 还包括产品的组装 及检验协定 这在生产环节 那接下来就是 销售阶段 强调是销售代理协定 接着呢 就是全面性的战略协盟 包括产品规格的调整 联合分担风险 这里是这个表格 属于细小内容 请大家酌情 来适当了解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关于战略联盟 第三个内容 有关战略联盟 主要分类 我们讲一总结的 三个不同内容 就把它整体梳理完了 梳理完之后 紧接着 我们进入战略联盟的第四个理论点 教材给我们介绍有关联盟的管控 首先呢 分析一下考试情况 这个内容到目前为止 一分没有考过 按照我自己的判断 这个内容 万一我们19年考到了 概率比较高的 应该是放在主关题来考 所以请大家 在你的讲义旁边 做一个括号 里边呢 加上几个标注的文字 供你来复习参考 是什么呢 主关题冷门点 能听清楚了吧 而且呢 这个地方 万一在主关题考到的时候 它一般不会要求你 做特别深入的案例分析 主要的答案组织 应该就是把这些文字 在你答题区 把它清楚的表述出来 基本就足够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如果它要求你 集合案例当中企业 做分析 怎么分析呢 就是要求你分析一下 案例当中这家公司 它是怎么做 战略联盟管控的 那就你的答题区 要增加一些什么 要增加一些案例材料线索就行了 比如说 你先把这句话列出来 然后再把案例当中 相关的文字 粘过来 这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不管它出不出 怎么出 考试的套路 跟我们之前复习 讲过的套路 都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呢 做好几个准备 这就可以了 那下边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它的具体内容 所谓战略联盟的管控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企业 如果要想通过战略联盟 这种形式 我们去发展 去成长 你通过 你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措施 来保证整个联盟达到你的预期效果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管控 那这个管控呢 我们强调两个方面主要工作 第一是谁呢 在建立战略联盟的时候 一定要定立一个严格的协议 第二是谁呢 建立合作信任的联盟关系 很明白吧 然后我们看 第一个定立协议来讲 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强调就是 定立协议的时候 要注意的四个方面 第一是谁呢 要严格界定联盟的目标 目标不明确 这个联盟关系 是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的 第二是谁呢 要周密设计联盟的结构 这里边所讲 联盟结构指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战略联盟在实际当中 虽然我们叫契约式 会叫股权式 但是呢 在具体落实的时候 它会会有不同的 这样的结构类型 当然我们教材呢 没有讲这种结构类型 我们理论研究界 有相关的理论知识 去分析有关联盟的结构 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我们以后有机会 有兴趣 我们可以再去进一步学习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想保证联盟 它能够一直维系下去 而且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效率 那么这个联盟的结构 必须呢 要设计的非常适合你 以及相关的企业 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准确评估投入的资产 通俗的讲 就是我们联盟各方 如果涉及投入相关资源 资产了 那么就必须做好 相关的资产评估 为什么将来要求呢 用中国的老话来表述 叫什么 叫亲兄弟好算账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们合作了 我们把东西都拿过来了 结果是一笔糊涂账 那一笔糊涂账到最后 一定会引起纠纷 所以说呢 我们事先先把账 把它说清楚啊 然后接着 第四个就是规定 违约责任和解散的条款 这就不太多说了 这有点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事先 我们先明确好退路 这是强调 我们定理协议 四个方面 给关注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谁呢 既然我们要采用 战略联盟这种方式 就是要合作嘛 那合作的前提是什么 那就是合作各方 要彼此信任 如果彼此不信任 彼此各与各的小九九 那这个联盟关系 即使建立起来了 它也不可能 长期维系下去 这就是强调 我们第四个内容 有关战略联盟的管控 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结束之后 就意味着 我们所学习的 有关战略联盟的相关知识 就全部把它结束了 理论知识学习完 接下来 我们在这呢 列举了一道例题 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所学过的这些知识 在我们考试当中 它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 由于我们整个学识 这个限制 关于战略联盟的例题呢 我没有列举太多 只是列举了一道题 更多的题目 包括主观题 我们会放在习题班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交流 那我在这列举的这道题呢 是2016年的 一道多项选择题 但是注意 我把它进行了修改 为什么修改呢 就是因为这道题 它所涉及的这个考点 教材知识的讲解 16年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呢 如果你课下 做一些相关练习资料的时候 看到16年这道题 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教材 这种内容调整 对我们相关答案 它所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看看这道题思路 他将来说 甲公司是一家提供 社交媒体服务的 互联网公司 乙公司呢 是一家著名的 电子商务公司 15年 甲公司和乙公司 签署交换彼此 30%股份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呢 双方将在网络支付服务方面 进合作 同时 甲项乙 提供社交媒体客户端的 一级入口位置 及其他主要平台的支持 这个案例呢 还是比较紧跟时代的 对不对 那么 这是整个案例材料 文字比较长 下面呢 就是具体的问题了 大家看看 问题考什么 这样来说 甲公司和乙公司 阶层的战略联盟 它的特点 有哪些 考的这种战略联盟的特点 我们观察一下 这道题 它的四个选项 注意 四个选项 就是我按照我们最新教材 调整之后的 A将来说 灵活性差 B 联盟内成员之间的 沟通不充分 C 双方就有较好的信任感和责任感 D 企业对联盟的控制能力差 看完这四个选项之后 大家呢 先去回顾一下 这四个选项所代表的理论知识 应该体验的是战略联盟的什么地方 能想起来吗 哎 这个是我们考场上 要具备的一个技能 就是通过提干 你来判断考点 如果提干判断不来 就必须根据选项来判断 根据这四个选项 告诉我们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考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 股权式联盟 跟却式联盟 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有印象吧 哎 这个考点 我们把它明确了 明确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这道题呢 它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 甲和乙 它所形成的联盟 是哪种类型 而是用案例形式 把它阐述了一下 这是什么考试思路 很清楚 一定是首先要求我们 根据案例材料 它的具体表述 来判断 它们的战略联盟类型 是哪种类型 类型判断完之后 根据你判断的结果 再去套我们前面学习过的相关理论知识文字的表述 这个思路很清楚了吧 而且提醒大家注意 这个思路在我们最近两年选择题当中出现的比重非常非常高 就是我们说选择题很多题都是案例分析 这个案例分析就填在这个地方了 它首先要求你根据某个知识点 判断是什么结论 然后结论判断完之后呢 其实四个选项 就是直接考与该结论该理论有关的原文的东西 这里要求大家一定要把我们前面所讲的相关知识 包括后边章节所讲的个别的专业术语啊 专业理论呢 它的内涵必须要加强理解 这个解题思路呢 我们分析完了回过来看看我们整个题目的作答 大家告诉我这么长的文字当中 我们做判断的关键线索是哪个 看出来了吧 很明显啊 强调交换彼此30%的股份 达成所谓合作的协议 对不对 那这里边是什么 这里边很清楚吗 这不就是强调彼此把自己的股份一部分拿出来 交给对方 填什么思路 相互持股 没错吧 所以它属于什么类型 它属于股权参与型的战略联盟 大家要把它记住 那这个结论我们就得出来了 那得出来之后呢 我这边再提一个细节点 因为有的学员曾经问过我 他说 唐老师啊 你说的是交换彼此把30股份 但是我看到后边是谁呢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他强调是协议啊 协议呢 我们不应该套所谓的契约连接型吗 这个问题你思考过吗 这个问题呢 就体现出它对我们前面的知识点 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位 我们从战略联盟大的分裂来讲 就是股权参与型和契约连接型 对不对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联盟各方 我们形成股权参与型的 那么这个联盟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要签相关的协议啊 一定要签协议的 我持有你20% 你持有15% 那这个股权的交换 这种股权的这种持有 那我们之间没有这种协议 没有这种合同 它能是正式的东西吗 肯定不是 所以呢 你不能说见到协议两个字 就马上想到契约连接型 这可不一定 所以这个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我们对前面知识点 它的具体理解 从这道题来讲的话 强调就是交换彼此的股份 那交换的过程当中 肯定要签订一个交换的协议啊 所以说呢 我们强调是股权参与型的 这样一基本思路啊 那类型判断完了 那接下来 无非就是根据四个选项 结合前面的理论知识 看一看呢 哪些是属于股权参与型的特点 A 灵活性差 是不是 这肯定是 这是前面强调股权参与型 它的主要缺点的表现 B 联盟内成员之间的沟通不充分 这是不是 这个不是 这应该指的是契约型的 它的所谓的缺点 再看C 双方具有较好的信任感和责任感 是不是 哎 应该是 因为彼此或多方 他们之间有股权关系 利益呢 会结合的更紧密一点 所以说信任感 责任感会更强一些啊 再看D 企业对联盟的控制能力差 这是吗 这肯定不是 这个指的是 契约连结型 契约型联盟 它的主要的缺点 那我们答案不就找出来了吗 答案应该就是 所谓的A和C 这就是呢 我在这列举的这样一道例题 主要请大家熟悉什么 就是案例分析选择题 我们整个基本套路 这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到这 就把战略联盟 所有内容全部结束 战略联盟的内容结束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们第三章第一节 有关总体战略 它的全部内容 就把它结束了 这个呢 我花的时间会比较长 讲得比较细 请大家呢 课下再次强化的时候 记住 这个再次可不是一次 而是要反复的去强化 那通过反复强化 把这一节的内容 要做一个扎实 比较稳固的讲课习 既然我们内容学完了 那接下来按照我讲课的惯例 我们对这一节 我们曾经学过的内容 我们一起把它回顾 把它总结一下 这一节呢 教材师分了两部分 给我们做相关的讲解 第一部分讲什么 第一部分讲 总体战略的类型 能想起来吧 一定要记住 这个内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考试的频率 考试的分值 都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呢 它的题型 也是最丰富的 选择题 主观题 考原文的选择题 考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我们过去都曾经出现过 所以关于总体战略的类型 要求大家 一定是全面扎实的复习 既然谈到类型了 在这呢 请大家再帮我回顾一下 我们对总体战略 它的基本分类 是一个大的什么框架 能想起来不能 总体战略 不就分成三大种类型吗 是什么 发展 稳定 和搜索 对不对 其中发展战略 是我们过去主观题 案例分析的重灾区 考试频率分支都非常的高 稳定战略 已经连续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考试题了 甚至包括选择题 都没有考过 那么今年 请大家要引起适当的注意 我们第三种类型 搜索战略 去年呢 开始在主观题 出现案例分析题了 这就是我们三大种类型 那这三种类型 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分类 发展又分成 所谓的 一体化 密集型 多元化 这三种类型 是有进一步的分类 然后稳定 没有什么分类 接着就是搜索 搜索呢 有一个分类 那不就分成 三种类型吗 那这就是强调我们整个类型 这个分类的框架 我们前面上课强调过 要求大家必须非常的熟练 那具体理论就不要多强调了 这是我们这节的第一个内容 那么这节呢 第二个内容给我们讲的是什么 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 从核心内容来讲的话 不就是三大途径吗 那就是并购 内部发展 还包括一个战略联盟 从考试来讲 这个也属于比较重要的内容 所以也请大家要重点复习 按照刚才所回顾的三种途径 其中第一个 关于并购 这个要求大家一定要熟练掌握 三个理论点 第一并购的类型 教材讲了四种分类标准 没错吧 第二是谁呢 并购背后的动机 三大动机 接着就是并购失败的四大原因 这是我们很容易放在 主观题考试的相关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强调哪个呢 先强调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呢 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考点 请大家呢 也是尽量把它要复习到位 关于战略联盟的具体内容当中 最最重要的是哪个呢 形成战略联盟的动因 我们强调是六条 能想起来吧 这个呢 是很容易放在主观题 做相关考核 与它相伴而生的是哪个呢 也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战略联盟的类型 那你想 这两个点要放在主观题考怎么考 很简单 首先要求你根据按理材料判断 它是什么战略联盟的类型 判断完之后呢 接着让你分析 这家公司形成战略联盟动因 对我哪些 这不就是我们很传统的 主观题案例分析的套路吗 所以这两个点 我们就把它抓起来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强调 战略联盟的管控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有可能放在主观题考试的冷门点 这个也请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此外 战略联盟还有一个内容 讲战略联盟的基本特征 能想起来吧 这个基本特征呢 虽然从来没有考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 它如果要考的话 应该就是放在选择题 基本考核它的原门 所以我们适当读几遍 把它熟悉一下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强调 我们排第二的战略联盟 排第三是谁呢 那就是内部发展 这个呢 属于比较琐碎 但是呢 考试概率频率又不高的一个内容 那么请大家尽量按照你的时间 我们把它覆盖到 从考试的提醒判断来看的话 它考主观题 这个概率 可能要高于考选择题 那么请大家呢 尽量去把它复习到位 这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对整个第一节 我们过去曾经学过的内容 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回顾 我们下一个期会 我们下一个期会 就是咱们 2 2 3 5 5 6 7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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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